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 這個部分我們要介紹即時器的暫存器的設定 然後下滲技術器的暫存器 主要是放在這個TIMERXTIN 主要是它也有高位元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看到這是32bit的counter 然後這個是我們會把它存在這個暫存器的名字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下屬技術器的暫存器 主要是有這兩個 一個是我們主要先看timering 它主要是有一個16位元的counter暫存器 也有一個high就是代表 比較高位元的16個bit暫存器 先來看cpu0的這個 因為其實cpu0、cpu1、cpu2都是一樣 我們用cpu0來看 然後它這個下屬技術器的暫存器 主要是由兩個部分組成 一個tim、一個timh 那我們來看當下屬技術器 它每這個數值 就是tddrh跟tddr加1的這個時脈減1的時候 當數到0的時候因為它下屬嘛 然後怎麼樣它的那個perdh跟perd暫存器會再入下屬技術器中 並產生中斷 也就是說它的counter是由tim跟tmh組成 當它下屬到0的時候 它就會怎麼樣 重新載入 新的 從暫存器再入新的值 開始在計數 然後這時候並會產生中斷 所以基本上它下屬到0 所以基本上它整個時脈就是tddrh tddr加1的時脈 就會變數到0嘛 所以這邊分別高跟低的16位元 所以這邊是一個32bit的暫存器 就是我剛才講的 當下面那個timh跟tim如果數到0的時候 它就會從這個prdh跟prd 再再入下面那個timh跟tim裡面 所以這邊一樣是timer0這兩個 周期暫存器 那這周期暫存器分高跟低 所以當計時器在重載位元的時候 如果我們設定這個trb的時候 那trb是在控制暫存器裡面可以設定 如果把這bit設成1的時候 然後我們系統就會把 這個暫存器trdh跟prd暫存器的值 再入剛才那個counter裡面 是timh跟tim裡面 一般是它會下屬 timh跟tim下屬到0的時候 它才會再入 把prdh跟prd 再入timh跟tim 但是如果你自己設定一個重載位元 這個bit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再入 重載 好 我們來看一下除頻器 這16位元的除頻器 然後一樣我們看這個timer0的 那除頻器裡面它的設定 一樣有高跟低 當然如果計時器如果重置的時候 我們就剛才知道那個 那個技術器的那個 周期暫存器它會設成0 好 然後這邊講說當系統重置的時候 這除頻器的這個tddrh 跟tddr會設成0 所以看到這一個 16位元的除頻器這一個啊 它是有高低16位元 總共32bit 然後前半段msb是psc跟psch 好 那後半段 lsb的另外一個 八位元是怎麼樣 是tddr跟tddrh 如果計時器 重置的時候 就是reset的時候 後面 滴的這個lsb的八位元 tddrh跟tddr會設成0 同時當psch跟psc 為0的時候 經過一個時脈周期 它會把這個 佔存器tddrh跟tddr 再入psch跟psc裡面 也就是說 這除頻器跟剛才的counter是一樣的 好 就是它比較低的 這個八個位元 上下高低的16位元裡面的 比較低的lsb的八個位元 分別是記錄tddr跟tddrh 然後這東西 當如果 前面的那個 比較高的八個位元 就是psch跟psc 這counter如果數成0的時候 經過一個時脈周期 經過一個時脈之後 這個佔存器就會 後面低的八位元的值 會再落到前面去 好 所以這邊我們來計算一下 它除頻因子 因為它這邊是除頻器 所以除頻因子就是說 我們把它的佔存器 tddr7跟tddr加1之後 就是我們的除頻因子 好 也換句話說 我們如果 我們要除以 把sitnclock out 除上一個除頻因子的時候 那這個佔存器要填多少呢 也就是說這次佔存器的值 應該是除頻因子-1 好 除頻因子-1 另外當trb 設成1的時候 然後同樣的它的 那個除頻佔存器會載入到 除頻的技術器裡面 好 所以這邊因為16bit 跟之前那個技術器 34bit不一樣 這邊因為16位元嘛 好 所以分別就是 tddr跟tddr是各8位元 然後 技術器 psc跟psch 也各是8位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控制佔存器 控制佔存器 那控制佔存器主要是設定 剛才講的 我們講一個重置 或是 我們智能的功能 好 就設在這一個佔存器裡面 然後這裡面每個位元 例如說 tif 代表是它 CPU計測器的中斷奇標 當如果把1寫進去的時候 可以清除 注意 這邊如果寫1的時候 可以反而是清除它 寫0沒有作用 當技術器 遞減為0的時候 這奇標就會被設成1 然後tie就是它的中斷智能 0就是除能 1就是智能它 如果我們技術器遞減到0的時候 而且tie設成1的時候 這時候技術器才會怎麼樣 產生中斷 然後 solve的是 我們CPU計時器用在 仿真模式的時候 例如說 CCS在遇到中斷點的時候 我們有四種情況 如果是這樣設定 就是CPU計時器 計時器繼續執行 如果是這樣設定的時候 我們在技術器 timh跟tim 下一次在-1的時候 我們的timer就會中斷 這叫hard stop 一種情況是說 當它timh跟tim 遞減到0的時候 就是遇到中斷的時候 計時器才會停止 這叫soft stop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trb 就是我們的CPU計時器的重載為原 所以當它設成1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32bit 32bit的這個技術器 跟16bit的出頻器 都會從它戰能器裡面 載入到它技術器裡面 所以這邊看到這兩個 timh跟timh是對應 prdh跟brd 那psch跟psc分別 它戰能器是tddrh跟tddr 那這是16bit 那上面的timh跟timh是32bit 它控制戰能器 如果我們這邊可以設tss 那如果寫成 如果讀出來是0的時候 代表正在執行 如果讀出1的時候 代表我們timer已經停止 如果我們去寫入0的時候 代表我們去系統怎麼樣 我們就會 啟動timer 寫成1的時候就會停止timer 這邊注意 如果你把它寫成0的時候 反而是會啟動timer 寫成1的時候就停止 好我們的timer 各位同學 然後這邊介紹了我們計時器的相關的戰存器 那我想在等一下 我們在做實作的時候 我們要啟動一個CPU的timer的時候 我們要先做一些設定 使得我們整個CPU的計時器能正確地工作 所以了解這些戰存器的功能 以及它相關於硬體的設定 我想是在使用我們TI的微控器或是DSP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些上面的介紹 是希望各位同學 從硬體的電路上能理解說 為什麼我們的戰存器要這樣設定 以及它的設定的目的在什麼地方 那了解之後 我們之後再實作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每一個設定其實都是很重要 一旦設定錯誤 我們就沒有辦法正確地工作